民进党11号晚间在总统府前的凯道举办了造势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市的竞选总部主委陈时中批评在野党造谣疫苗合约封存30年 是在用假讯息抹黑政府 而且呢他说的是造谣出一张嘴辟谣向我走断腿 但是呢此话一出立刻引发网友痛骂 防疫团队在工作的时候你在干嘛你在群聚喝红酒 要不是你台湾会少死很多人 还有人特别批评了党疫苗的你现在还敢讲 要问问你防疫津贴在哪里呢 好另外一个部分呢这个是前总统陈水扁 他在脸书po出了一张梗图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是一位穿着西装的眼球人 而且他的右肩上还挂着一只青蛙 然后左肩左上角呢写着五个字台湾的选择 但由于呢这个是民众党总统候选柯文哲的竞选口号之一 因此就引发很多人在讨论说 这个是不是代表说陈水扁他挺柯文哲呢 好其实柯文哲呢曾经是陈水扁民间医疗小组的召集人 列明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候选第三名的陈糟兹 他是前医疗小组的发言人 而且呢陈糟兹更被传出曾经说过柯文哲承诺 当选之后就会特赦陈水扁 不过呢虽然已经遭到柯文哲的否认了 只说正确的说法是这个案子要解决 但呢就在这个敏感时刻陈水扁PO出了这张图 很多支持绿营的网友纷纷在底下留言说好失望哦 另外也有柯粉去留言说 谢谢阿扁前总统的选择 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继续再来听到的 这个是时事评论谢寒冰 他也特别揭露到底是何用意 那阿扁会放这张 当然我刚刚说一颗眼珠那个是柯粉想的 柯粉这样解决 我其实觉得阿扁根本没什么意思 阿扁就是希望你们 没什么意思 阿扁就是希望你们去乱拆 因为他杀一点存在感是吗 对他从开始放民营图之后 就一直是这种风格 他前两天才把那个在路上 直接把它拿用 在哭手是吧 对对我觉得他就是在哭手而已 他在哭手很多事情 那阿扁其实就是在整人 让你们整个去拆 每天拆不透 你知道他放在路上那一篇的时候 一堆绿粉就是哇 阿扁辛苦啊什么什么好棒吗 我们一起走到最后 结果他今天放这个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解释的时候 大家就不知道怎么讲 然后柯粉就高潮 柯粉就哇这个好棒 你们支持我们的就是这样 那所以我真的觉得 阿扁真的没什么意思 不要再被他耍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到了苗栗帮自家的立委候选助选 一到场他热情领唱了夜席 在现场的气氛是超嗨的 韩国瑜他也痛批 民进党八年以来 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贪污 就连创导元老都看不下去了 因此他也呼吁乡亲们 集中选票翻转台湾的未来 选战最后倒数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亲赴苗栗助选 民众疯狂挥舞国旗 韩总一来领唱夜席 气氛嗨到最高点 韩国瑜一如既往的幽默 今晚是他助讲第111场 痛批民进党八年来 只做了一件事 要翻转台湾 唯一机会就是政党轮替 恳请乡亲集中选票 这场选战除了为政党 更是为自己与下一代的未来 民进党的爸爸是谁呀 帮民进党取名字的是谁呀 前立法委员林郑杰 林郑杰怎么说民进党 没有看得这么无法无天 贪污无耻的政党 执政党有多离谱 就连民进党创党元老都看不下去 想要安居乐业 务必投下正确选择 民进党的爸爸都看不下去 另外我们民进党创党大佬 许国泰他现在公开说什么 真后悔啊 当年帮助民进党成立 一手催生建立的民进党 二次执政 会贪污腐败的这么严重 但应战到最后一刻 希望赢得这场选战 翻转台湾未来 记得钟城亮飞亚桥苗栗报道 好 大陆近一周内呢 回到台湾的人潮爆量 因为12号就是今天 就是选前最后一天了 按照惯例就是台商返乡的最高峰 因为包含了北京 上海 成都 厦门 还有转港澳经济舱的机位销售 都是达到九成以上 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者 还有台商的代表 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也说 受限于这个直行点太少了 因此让很多想回来的台商都很苦恼 但是呢 相较于前两次大选前的氛围 这次台商返台意愿高涨 预估算一算 会有将近20万名的台商返乡投票 好 中国大陆近年禁我农产品 持续冲击到台湾 根据最新出入的 2023年的农业贸易统计显示 去年我国的农产品 整体出口产值 相较于前一年衰退了6.5% 其中外销到了中国大陆的产值 减少最多达到26% 当然农业最大的这个出口国 依旧是美国 第二名是日本 中国大陆跟香港分别是三四名 此外呢 去年不只是出口衰退 在农贸进口的部分 产值更是衰退了8.6% 因此呢 现在包含在这个农贸进出口 都呈现出双降的现象 自身媒体人李燕秋 是以够了媒发文 特别提到了七件事情 在当中包含了 违禁高端疫苗 罗志正影片录音 还有这个国中歌喉案 以及卫星警报等等 没有任何的回答 只会扯出中国戒选 好民众呢 如果你觉得够了 那么就要下架民进党 把国家收回来 把司法军队媒体监察品德 廉耻还给人民 当然这篇文章呢 立刻引发很多的网友回应 并且纷纷表示 不能够同意更多了 做不好就下台吧 受够了必须翻转 民进党没有最扯 只有更扯 好另外扯的还包含了 在野党揭露民进党的弊案 包括了桃色风波 绿电黑金 甚至赖皮聊争议持续的延烧 立刻也让大家联想到南铁破千户等等 台南系员王家珍有说 赖清德在台南不暂时随便选随便上楼 执政党的傲慢跋扈 要选民用选票下架 台南人相对来讲是很厚道的一个区块 那乡亲投不投给他们 坦白讲我说心中自有一把尺 因为太多的讯息让台南人这个绿军的铁板一块 我们自己走基层的时候就看到的 清清楚楚大家的敢怒不敢言 可是你投票的时候你不需要害怕吧 难道天上还有个监视器监视着你吗 所以我们就像刚刚这个美女讲的 出来投票是关键 如果我们的投票率高的话 即便是台南他们认为绝地三尺都是绿枝 西瓜都能当选 我非常有把握这一次的结果 不可能像上界一样 赖清德真的不要认为台南本命区 你家随便选随便拿 包括王八千 包括所谓的小三 毕露镜这些事件 台南人不难过吗 他们支持的 他们相挺的 在私德方面 让大家瞠目结舌 其实不光是私德 我们知道 八十八枪也罢 这个所谓的 郭再清的卢渣案也罢 还有陈志晓 这么些日子以来 他的痛 我相信借着 譬如说我们中间的频道 很多相信都看到的 赖清德的傲慢 跋扈 对台南人的追溯 15年房屋税 甚至包括麻豆 公武市场的暗示 坦白讲 我觉得大家都会用选票 制裁赖清德他们 制裁民进党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 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 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Boot Feel Good Boot Feel Good